一星期一本书 一生才算完整 人最大的孤独 就是身边没有一个 与自己心意相通的人 满怀的政治好情 无人能懂 满腹的愁苦心事 无人可诉 有时候真的希望 能遇到可以互诉 忠诚的那个人 懂自己悲喜 知自己冷暖 灵魂印就说 只有心灵相通的人 才有共鸣 看人世间的潮起潮落 只有灵魂相近的人 才能看到彼此 内心深藏的魅力 滚滚红尘 慢慢余生 只有遇到那个 三观相合 心意相通的另一半 人生 才算没有白活 那到底 什么样的人 才算是灵魂伴侣呢 很简单 与之相处 通常会有下面 这三种感觉 千万别错过 信任感 人与人之间 有些相遇 虽然轰轰烈烈 但却未必能够长久 有些感情 虽然平平淡淡 反而欲视 浅浅生香 其中缘由 有句话说得最好 有无数浓烈的爱 因缺乏信任 最后不欢而散 反而是那些 最平淡的感情 却包容了岁月静号中 最真挚的信任 所以 细水长流 茫茫人海中 本就是相识容易 相知难 我有遇到 与自己灵魂相依的人 人们才愿意 敞开自己的心扉 去信任对方 或者是 成为对方的信任 从此 彼此信任 互不辜负 能说最真的话 也能诉 最苦的情 就像有人说的那样 因为信任 所以会将自己的软弱 呈现在他面前 也是因为信任 他的万般苦恼 我也深安于心 真正的灵魂伴侣 是彼此互相信任的人 也因为这种 信任依赖的存在 让彼此越来越合拍 生活也就变得 越来越幸福 因此 若欲一人 能让你放心 对你真心 请用心去珍惜 因为信任都是相互的 就像是互相拥抱的 两个人 只有互相依赖 才能感受到温暖 迪更斯就说过 在你的人生中 永远不要打破四样东西 信任 关系 诺言 和心 因为当他们破了 是不会发出任何声响 但却异常痛苦 灵魂伴侣不易 信任也只有一次 千万别将他轻易舍弃 默契感 曾有人问 为什么原本毫无交集的两个人 最后会慢慢走到一起 我想除去缘分使然 还少不了彼此的默契 因为有默契 所以会在同样的一段时间里 彼此都在期待着 同样一件事的发生 这上韩剧《死之永赞》中 男主金又振和女主尹新德 两人第一次一起吃饭 尹新德刚坐下 金又振就为他点了一碗面 他还没有开口 他就推过来一杯水 也像李白和杜甫 两人虽年龄相差有十岁之多 却对彼此一见如故 共同作诗 无话不谈 这种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契合 是所谓的门当户对 一见钟情都无法比拟的 只有真正的灵魂伴侣 才会有这种默契的感觉 他能看穿你的坚强 读懂你的脆弱 打破你的沉默 拾起你的欢言 而你也能理解他的言外之意 更能明白他的嫌外之音 杨兰说 在最无助和软弱的时候 有他拖起你的下巴 扳指你的脊梁 令你坚强 并陪伴你左右 共同承受命运 那时候你们之间除了爱 还有甘胆相照的义气 不离不弃的默契 共同孕育的成长 以及明星刻骨的恩情 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 没有三观一致 灵魂契合 才有机会成为灵魂伴侣 否则 再长时间的相处 也不能彼此认同 不能真正地走进彼此的内心世界 愉悦感 看过这样一句话 人这一辈子会与千万人相遇 唯有那个让自己笑的人 才能在岁月的长河里携手一生 以前总以为 爱一个人就要飞蛾扑火 不计后果 后来才明白 生命之幸就是在最美的时光 遇到最舒服的人 无需讨好于迁就 无需刻意于拘束 和他们在一起 是安静祥和 也是温暖从容 如此才有经历 在生活的一地鸡毛里 领略人生 甜美的另一面 就像网上说的那句话 遇见他之后 我才体会到 原来人生也可以苦短 甜长 而那个能让你 每天有笑容的人 才是对的人 他害怕你难过 更害怕你受伤 所以才会想方设法 逗乐你 费尽心思讨好你 这是一份在乎 更是一份真心 遇到便是此生之幸 人生再苦 也就无所畏惧 今风欲露 亦相逢 便剩却人间无数 人世间最美好的事 莫过于遇见 若是还能遇到那个 让自己安心托付 心有灵犀 开心愉悦之人 是幸运 更是幸福 灵魂伴侣 一个就已足够 愿你人生路上 经历的苦与乐 都能有人与你分担 从此守着这份 不离不弃的情 让心灵靠岸 点个赞和再看吧 让分享成为一种习惯 愿您晚安 好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守候 喜欢我们的文章 也不要忘记了 在文末 给我们点个赞看 让我们相约明天 也祝各位 美丸好梦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